好 王爷 王爷 您啊 别动 别动 阿姨就是来看看你 我给你做了点粥 王爷 谢谢您 让王冯姐跑一趟多了 谢什么呀 要说我得谢你呀 金娜都跟我说了 阿姨真不知道说什么好啊 没事 王爷 你知道我喜欢金娜 不能只是嘴上来呀 在关键时刻她需要我 我就得保护她 要不然 您怎么能放心把她交给我呢 是 是 你这伤到腿了是吧 腿 胳膊 颈椎 一点点的伤 王爷 我跟你说个事 不知道你信不信 就你今天阿姨来看我 我觉得我好多 就 明天都能出院呢 就是会说话 要为什么阿姨喜欢你 你记住了 阿姨站在你这边 等你好了啊 加油 那个金娜她一会儿就会过来 我让她多睡了会儿 等她过来 她把这个粥把它盛了给你喝 好不好 然后你要想吃什么想喝什么 你就让金娜转告我 我就给你送过来好不好 谢谢王爷 行 那没事我就先走了 好养的啊 有空再过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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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妈 妈 妈 这都去哪儿了就是 妈 你去哪儿了呀 干吗呀这愁眉苦脸的 去医院了 你去医院怎么了 你 你哪儿不舒服呀 你姐出车祸了 估计怎么出车祸了她没事吧 她都没大事 但是李尚伤得不轻住院着呢 那个 没多大车吧 反正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伤得也不轻 妈 有个事呢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你有什么事啊 老丈人丈母娘来北京了 来干吗呀 朱莉亚把他们俩家来呢 合计着就想在北京买一套房 让朱莉亚搬出去住 完了呢 完了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吗 现在该怎么办呀 商量什么呀 不就是你想去当上门女婿吗 那肯定不是妈 不是你跟我商量什么呀 不是你不就一口回绝了吗 我怎么回绝了 她毕竟是我老丈人丈母娘 我不能一口说不行 我还是你妈呢 你就跟她说我妈 那离不了我呀 我妈老了谁管呢 妈 你做事情不能这么做 你跟你商量 现在什么事都没决定 现在买房只是他们 提了这个事 我跟你说 你别跟我玩这划划心眼 你这个表现 就说明你自己心里犹豫 你也想过去 没有 我跟你讲金波 你要是敢 去给人当上门女婿 你就别认我这妈 妈 你怎么想到我怎么可能呀 还找我商量 别跟我逗了 你多能耐啊 你多能顶半半天 想起找我商量了 别别别别 别跟我开点玩笑了 你能不能不整这一出啊 我又不找你你又着急 我跟你说 说金波的事 金波不要我这个妈了 说是要到人家家去 当上门女婿去了 什么 跟人当上门女婿 这怎么回事这是 不知道啊 不可能 你不定跟人家 这个朱利亚和他庆舅 说什么了你 那这给人避急了吧 不不不这这这这没有 但是咱不能让他 当什么上门女婿吧 是吧 将来咱俩老了怎么办 不是 将来咱俩分别老了怎么办呢 是不是 咱这儿子不是给他们养的呀 是咱自己的呀 所以这事你就得拦着他 我找你来 就是想让你去找他去说说 你都治不了金波 我能有什么办法啊 不是 你是不是亲爹呀 你管不管呢 什么叫是不是 你这儿子白养啊 我就是 别拿着了你 我就是了爹 我这么小的 喂 金波你在哪儿呢 我在寿楼处呢 什么寿楼处呢 是寿楼处 哪个寿楼处啊 就在咱们家旁边那个 走 好 等会儿啊 不是 要买房啊 不知道啊 不行啊 怎么要让他买房呢 他一买房咱就完了呀 说什么都完了 没事 走走 我现在跟你一起去 不不不不 我一定是去就行了 那是等着吧 你不行 我怎么的 你别去 我怎么的 要不你去 还是呢 你这家里听信吧 信 回去吧 千万别让他们买 知道了 快点给我信 嗯 不乐的你们来了 还有地方住的呀 两间房子 两间房子 说房 爸 你怎么来了呀 廖文青娘 爸 这次回来 怎么也没通知我一事啊 是这样的 我们这次来啊 主要是想给朱丽雅 买一套房子 这家里不是有房子住吗 干吗还买啊 老金同志啊 你是不知道啊 你们家小花同志啊 老是拿朱丽雅 没房子 这个事情来说事 所以我们干脆 把老本拿出来 给朱丽雅 买一套房子担住 赏着他们在一起啊 老是搞矛盾 是的 亲家公 你不晓得呀 我们家朱丽雅 跟他婆婆吵架呀 都吵到了 离家出走的地步了 不是 没 没 没 那也没什么严重 我妈的性额你也知道 有时候拦引拦不住 是啊 亲家母这个人 太过分了一点 是不是觉得我们朱丽雅 娘家人不在身边呢 你说把孩子逼的 都离家出走了 亲家母 误会 肯定是误会了 虽然说最近家里边 发生了什么事 我也不太清楚 可是婆媳嘛 时间长了总归会有矛盾 自古以来不都这样吗 是啦 我们也都是知书达理的人 是是是 这个 婆媳关系有点问题 没什么 嗯嗯 但是她也不能总这样子 说我们家朱丽雅 这没有房子住 赖在她那里什么的 算了算了 这些都不提了 所以我跟她爸爸商量好了 我们呀 在北京给朱丽雅买套房 让朱丽雅单独出来住嘛 不过吧 就是以后呢 亲家母想看她儿子的话 那可就算是走亲戚了啊 别 别别别别别 买房子毕竟不是小事 再说家里边也有 他们小人口住的地方 是啊 这个事儿 二位是不是在慎重考虑考虑 不用考虑了 我们已经决定了 是不是老朱啊 是 就这样的 老静啊 你要有事情 你就先把我们再看看 好吧 朱丽雅 你刚才说的是这个 对的就是那个小洋区 我顶成耶 来 我算算了 我问你 朱丽雅为什么离家出走 你儿子 为什么要给人家当养老女婿 我跟你说为什么哈 不不不不 咱只说自己 不说别人的问题啊 我 我承认 我也有有有有问题 我的问题就是有点急躁 但是她呢 她太任性了 我说两句 她跟我顶起来了 有她这样的吗 我再说一遍 咱不说别人 就说你自己的问题 你今天干吗来了 你今天批评我来 给我上课了是吧 我不是让你去做工作吧 你做得怎么样了 坐下给我汇报一下 人家丈母娘家说话 就把房子给买了 你儿子就要上面伺候人家去了 你还牛什么呀你 你听她的 她买得起呀 北京房子多贵呀 她一个小小干部 她买得起房 不用你操心 你现在应该好好想想 你儿子伺候人家去了 你闺女也嫁人走了 这间房子就你一个人空手的 怎么过啊 我怎么过不用你操心你 我追刺了我 我搬老李那儿去 这老李那房子大 我搬过去不就完了吗 这事儿也不用你管 我还把这个房租出去 到时候还 我当收租婆 还一个月不少钱呢 老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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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她现在就娶你来 她现在娶你算她有本事 你别讲我 我不是讲你 你让她来呀 别老拿这个吓唬 谁吃这套 我还提醒你 半路夫妻没好下场 我愿意有没有好下场 跟你没关系 行 没关系 以后有事别找我 别让我给你查屁股 你文明点 我就不文明了 怎么着呢 你还反了今天呢 那怎么着 我反了 我说你还怎么着呢 我跟你讲这儿子就随你 我今后找这个相 就得看个基因 就你这种 就是遗传基因 太差了 我爷爷就这样 不是你爷爷就这样 你爷爷不那样 你能那样吗 你不那样 你儿子能那样吗 真是 就是遗传惹的祸 我跟你说 快摆心子了 送了我 送了你 你还吃 你赶走 你还不愿意吃呢 送了这破香蕉 我 送了你还吃 气着了 气着了 我说你这个人啊 就是要堵这个机 说什么买房子的事情 我告诉你 我们把家里的房子全部卖 光也买不起这里的房子 你懂吧 我晓得 但是我要是不这样讲的话 那个金波妈妈 画什么东西啊 这不是更要欺负你女儿了 我说等金波的爸爸谈这个事情 我们就找个台阶下下 你就是不听吗 金波爸爸在家里说话不作数的 你又不是不知道的喽 这个家庭是女人当家 你没看出来啊 我不就是想让她妈妈 去 去把朱利亚请回来吧 真是的 怎么办 两天了 人家人都不来 不来嘛好嘞 我们去啊 她不来我们上门好了呀 就怎么直接去啊 去啊 过去要跟她妈妈讲一讲 要她看看我们南方人的厉害 她总不至于 看这两个小孩子分手的吧 我告诉你 我的原则是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那个花枝翘 是吃软不吃硬的 要迂回作战斗吧 我晓得了 迂回迂回 到时候啊 我唱红脸 你唱白脸 说好了 你不要阻止我就可以了 我也要让她看看我的厉害啊 我对你这个呢 一点办法都没有 哎呦老朱 来来你跟我去就好了呀 你就跟我去呀 喝点水吧 天挺热的 不客气 不客气了 不客气了不客气 金波妈妈 其实哈 我跟她爸爸已经来了好几天了啦 金波这几天 每天都到我们住的宾馆去找朱莉亚 她回来没有跟你讲过 她她不用讲我也知道 是吧 挺好的 那 那我女儿好几天都没有回你们家来住 你都不担心的啊 不是您都刚才说了吗 去您那儿了我担心什么呀 再说还有金波呢是吧 不担心 我知道孩子好就行了 在哪儿都一样 我女儿跟你儿子结婚的时候 情况你也了解啊 两个人背着我们就跑去登记了 所以我女儿嫁到你们家来 我们也没有提过什么过分的要求 可以说 嫁过来这么久 我女儿什么都没有得到过 朱妈妈 你想得到什么呀 这 这样吧 这样吧 小华同志啊 我觉得过去的事情 我们就不要强谈了 好吧 还是谈谈我们今天来主要的目的 你看我就说嘛 肯定是有事儿是吧 没事儿你不能什么 还有主要目的 我们还是这样啊 就像开会一样的 是吧 这个 还是你讲 你讲 你讲 当领导的惯了 点名呢让你发言 我讲就我讲的啦 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啊 亲节目哈 我们就考虑呀 要不 干脆让我女儿出去住算了啦 这不嘛 这一次啊 我们就是为了这件事 特意跑来北京的 我们打算啊 在北京 给我女儿买一套房子 不瞒你讲啊 房子我们已经看好了啦 哎呀 朱莉亚妈妈 你们太有钱了 房子都看好了啊 有些家这几辈子都买不起一套房 我们金波找的是什么人家啊 找对了 不不不 太有钱了 不是这么讲的 我们呢 其实也是 真求一下你的意见 其实这个房子啊 说起来呢 是买给小孩子的 这房产证上嘛 一定会有助力啊 也会有金波 所以我们两个老的也考虑过 这房子 那就我们两家老人合起来买 给两个小的 钱嘛 也就一家一半 计划的真挺好的 告诉你们 根本就不可能了 别说我没那么多钱了 我就有 我也不可能买 为什么呢 金波 我就这一个儿子 我还指望他给我养老送终呢 再说我们家这么大房子 我有病啊 我到外边我 我再买一套 你们愿意买 你们就给女儿买 这个我不拦着 但是我这儿 不可能 那你什么意思了啦 你就想让我女儿 在你的家里受你一辈子的气 对吧啦 这越说越我 这我跟你讲 我女儿一定要出去住的 你如果不同意的话 我们已经商量过了 那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 就是让助力啊 跟金波离婚 这话越说越离谱了 还跟金波离婚 离就离呗 你以为我们怕离婚是吧 我们是男孩子 我们金波一表人才 今天离了 明天就有人上门 不信咱就看看 你倒是要想好了啊 你们朱莉亚一个女孩子 她离了她能不能找着 能不能嫁出去 这个事是你们考虑的 我们不要跟这种素子低的人 打交道 走走走我们走了 我跟你讲啊亲家母 我会让朱莉亚去离婚的 爸妈你们说什么呢 我不离婚 我不离婚 离什么呀 是她你张不娘让你离呀 这下你高兴了吧 你是不是非得逼着我们俩把婚离了 那你才高兴啊 你要问怎么办吗 我哪知道会变成这样啊 当初我跟你说什么 别把你爸妈叫来 别把你爸妈叫来 你偏把他们叫来 你爸妈来了 只会把事情搞得更加不可收拾 那你妈也没让我 我平时对她不好吗 她为什么处处针对我 好 好得不得了 那问题是 你 你不跟她对着干的时候 我妈对你也挺好的呀 你知不知道你们俩这样对着干的时候 谁为难 不是你也不是我妈 是我 是我 那你就不怕 我真的跟你离婚吗 我就是不想离婚 除了你跟我爸之间有点矛盾之外 我们俩有什么矛盾呀 那还怎么办吗 那还怎么办 两半 弄你这脑装这样了 这婚不理都不行了 大伯 大伯 都是我的错 对不起 以上就是这个月 客户会组勤工 好的 好 干得不错 谢谢 跟大伯说件事 冬孟家出车祸进医院了 严不严重啊 已经醒来了 待会散会 你们跟我一起去看看他吗 好 好啊 吴老师 你也一块去吗 老吴 一起去吧 好 一起去吧 呛上了 没事 没事 来 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生病 因为每次生病吧 就不用去上学 也不用去罗业 我爸妈照顾我 还好得好吃的 大伯说 大伯说 对啊 大伯说 我们来看你了 我们来看你了 都来了 李生你 嫂子也在 啊 大伯说 不是 我说你怎么回事啊 怎么这么严重啊 烧成这样什么时候才能好啊 很快 你们一说我才放心了 我还以为你是过来 找我要工资的呢 老吴也来了 来看看你 谢谢你啊 金娜 我这 那个粥 粥还没喝完呢 我再喝两口 我整个点口做的 特别喝了 这粥也凉了 散了还是别喝了吧 没事 没事 我 我再喝 我去给你打点水 我手疼 子娜 刚才 书也书了 你看这手都肿了 你给我闻闻 快点啊 疼死了 你嗓子饶得特别好 嗯 熟了就不疼 金大夫 你出来一下 有点事情跟我说 哎 好嘞 我先出去一下 你们先聊 特别忙 医院都需要的 你说你 不好意思 我上趟洗手间 金大夫 咱俩都是医生 我呢 就这样不会了 这是片子 你的朋友 在这次车祸当中 左腿神经 受到了非常大的损害 可能会有 瘫痪的危险 因为他在车下面 压迫的时间太久了 有一段神经 损伤得很厉害 还有康复的可能吗 一半一半吧 幸运的是 他并没有脊椎横断性的伤害 如果坚持复健 积极配合质量 是有康复的可能性的 但是你知道 医学没有百分之百 一会儿我去病房 给你朋友 做一个病情的回报 你多开刀开刀他 谢谢 总有办法能治好他吧 金达 不管怎么样 我永远都在你身后 只要你需要 回头就能看到我 有什么事 我们一起看 儿子 咱们爷儿俩好好喝一杯 聊聊新事 爸 你说咱们俩 有多久没好好一块儿喝酒了 就是啊 来 让一个 爸 爸 您教教我 怎么样在我媳妇和我妈之间周旋 我现在头都打 好 今天老爸就教教你 不管啊你妈和你奶奶之间 以前关系怎么样 这其中的基本道理 你老爸是经过了无数教终 领患出来了 最重要一条 不能传闲话 你媳妇跟你说什么了 这是你们小两口的事 这最容易造成矛盾 千万不能跟你妈说 我什么都没说呀 行了 行了啊 我还不知道你 在你妈心里啊 永远都是这子乖宝贝 给你卖两块糖 这什么该说的不该说的 你全说了 谁知道她求说三账 这就是女人 知道吗 你以为你说说就过去了 什么误会啊 笑毛病啊 永远都没事了 天真 我告诉你 那是积累起来 这么一块儿爆发呢 就你傻 爸 您说得太对了 这真的是血的教训 以后我什么都不说了 这就对了 来 爸 好 你比方说啊 你妈对你媳妇有意见 嫌她懒 不干活 这种话 您也不能直接告诉你媳妇 那我该怎么样传达 我妈给我媳妇的指令呢 你啊 得这么说 你说 媳妇 我妈对你老夸你呢 说你 特勤快 特有眼力见 老跟她抢着跟家务服 真是我的好媳妇 我特感动 真的媳妇 你看 要不咱们表现美呀 现在把地拖拖 怎么样 是不是 绝了 没想到你还会这一招 来来来来 您太逗了 反过来道理还是一样的 你媳妇对你妈有意见 你也不能直接跟你妈说 说你媳妇对她有意见 你 你得说 这是你提的 你要说 是你媳妇对你妈有意见 那坏了 这事闹大了 婆媳天生就是一点死对头 我现在倒是明白了 这做男人真累 爸 我现在可是慢慢地 开始理解你了 你说你爸这辈子容易吗 干一杯儿子 再干一个 爸 你说不会到最后 我跟您一样吧 被扫地出门了 不怕 不怕 那个明天 明天我就找你妈说去 你就把信放在肚子里 不会让你们离婚的 行 爸 那傻小子 你尝尝我泡的茶 好 这天热的人真是渴啊 所以啊 得多喝茶啊 赶紧给我倒上 好好好 来 你喝干吗呀 我尝尝烫不烫啊 行 正好 行了 你喝那晚上我才不喝呢 对对对 再倒一杯 熟悉拿一口 你看 你磨磨唧唧坐半天了 到底想说什么呀 无非这是儿子的事是吧 要不说曾经还是人口子 聪明 华华 你是不是非得 把孩子们辛辛苦苦 组建的那个家庭拆散了 你心里才舒坦呢 谁拆散谁呀 是他们自己不服管教 然后拿离婚下方人 最后没台阶下了 是我妈 你 你这不心里门清吗 那你给孩子一台阶下怎么了 我给谁台阶啊 他们不是有本事吗 有本事出去 别回来 看 你再给我倒一杯 不是我说你啊 当初你当媳妇的时候 跟婆婆斗 如今你当婆婆了 又跟媳妇斗 你斗来斗去的 你这血压能不高吗 谁 谁 谁跟你妈斗了 这 那 什么叫我跟婆婆斗 我什么时候跟她斗 是她跟我斗 不是她总挑我的刺 对对对 她挑你了 反正她也不在了 不在你不行 不在你把话说清楚 你知道吗 好 咱先不论 不是 你得说清楚 口误 口误 这种口误以后就别出现 是是是 好 反正我是为了你好 你想 你有这么一个儿子 你把儿媳妇给得罪了 将来你能了也什么好啊 行了 你不得罪她也没什么好 我觉得啊 你现在呢 把注意力放在这个金娜的身上 她不是现在贪上这儿了吗 你多关心关心她 朱莉要她 你别管她 房子她也买不起 是吧 儿子也就不会搬出去住了 这不挺好的吗 你就踏踏实实地 把自己的事弄好了 挺好 要不然 你心里边 就 你就舒坦的 舒不舒坦不说了 我可是真累啊 你看看 所以不能什么 我来我 我跟你说 你算做房子啊 来 来 别 别 你别跟我按 干嘛呀你啊 别 别去 你就当我是个义工 人家看着了 以为怎么回事呢 咱俩已经离婚了 别扯扯给人家俩 咱俩谁跟谁呀 一个不正经的 就差不多了 是吧 别不承认 学位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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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是学位吧 行 你们俩真想听我的意见吗 当然 那就先把你爸妈送回去 让他们别再参与你的事情了 回家跟妈认错 又不是我一个人的错 为什么我去道歉啊 本来不是你一个人的错 但你把事情扩大化了 难道你还等着妈来跟你道歉啊 这是不可能的 她现在站着上风 又跟你父母赌气 你应该赶紧结束这个局面 不然最难受的还是你的父母 是啊 你看看 我姐说的都是治理名言 再说了 妈那本来就房子够大的 你们不去住就够浪费的了 是 浪费就是最大的犯罪 那道歉也可以 你得陪我去 那肯定啊 我们俩的事 肯定我们俩一块去 放心吧啊 那行吧 哦 对了姐 听说你上住院了 怎么样了 不是很好 你们管好你们自己就行了 他怎么说也是我上司 我得去看看他 行啊 有空你去吧 好 妈 我们回来了 坐下吧 吃饭吧 那个 那个妈那个 你看 亚亚还给你买了一些水果 就说那个 那你得多吃水果 来 亚亚快来 我妈道个歉 妈 不用不用不用 不用 哎呀 道什么歉呢 都过去的事了 我都忘了 行了行了 赶紧洗个手吃饭了 他他他赶紧吃饭 妈 是我错了 我不该说那么多伤害您 和金波的话 我再也不任性了 真的 最后一次 行了行了 赶紧坐下吃饭 行行行不说了不说了 坐下吃饭 那个妈的做好饭等我的是吧 但是我今天说你看 啊 你怎么用呢 你看你这衣服 一会儿就换了 我真想忍着不说 是是洗了缩水了 真是是没忍住 以后真不能这样 咱现在已经是已婚的人了 是吧 不是小姑娘了 不能总穿成那样 我知道了 没有下次了 来 妈 不不不 你们吃你们吃 就是给你们准备的 妈 那个以后啊 我跟杨杨都想好了 也都说好了 我们俩一定好好工作 孝敬您 让这个家里的日子 过得红红火火的 让您开开心心的 嗯 我再也不闹情绪 不作 不犯事了 看行动 吃饭 什么话都不说了 好了 吃饭吃饭吃饭 我早就说过了 孩子的事情不要太冲动 我就知道 今天就会发生那些 车里不讨好的绝灭 你不要在这里马后炮好不好 你早就知道 你还跟我来北京做什么 什么都你早就知道 做一个马后炮 哎 你生那个花枝翘的气 你跟我发什么火了 我是想一想 心里都怪难受的 我生个女儿 好端端地养了那么大 女儿长得又漂亮又有才华 找什么样的人家找不到啊 非得嫁到这个北京来 你说当初 我们怎么就是拦不住她呢 活该她现在被人家欺负 我才不要管了 好嘞好嘞 我们的女儿长大了 只要女婿对她好就可以了 所以我说你赶紧还是收拾行李 打道回府 我这也不要来了 有机会还是要来的 不要来了啦 病情报告和治疗方案大概就是这样 我知道对一个病人来说 接受这个事实挺难的 希望您能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 这对康复是有帮助的 好好休息 好好休息 对不起 没事 你干嘛呀 不是你的事 我可以的 只要有钱就能解决呀 那 这里能治 我就在这儿治 这儿治不了了 咱们就出去治 你说现在科技这么发达 那生不了孩子都能解决 那生不了孩子都能解决 我这儿受伤 一定能治好 对吧 你放心 我会尽我的全力的 我会好的 没事 谢谢 彤彤 一会儿爸爸送你去幼儿园 然后就陪奶奶去住院输液 晚上放了学了 乖乖等爸爸来接你好吧 嗯 奶奶一定要快点回来 彤彤会想你的 所谓呀 要不别去了 你看我最近不是挺好的吧 上次你就出院太早了 你都晕了你忘了 所以啊 还是得定期住院 必须进行阶段治疗 行了 继续治疗 这下你放心了吧 最近这些日子 怎么没见你跟金娜在一起 吵架了 她有一个朋友 出了车祸 她忙着照顾她 男的女的 妈 好 妈不问 妈还是那句话 金娜是个好姑娘 好好抓着 轻易别撒手了 知道吗 你想要的披萨给你买来了 吃吧 这披萨怎么这么小 你一个人还不够啊 放这儿吧 好 要不喝点汤吧 我妈特意给你熬的 金娜我 我不太想吃东西啊 我也不太饿 你要是忙你就忙吧 反正孙医会按时给我做饭的 惊喜 姐你也在 你来了 助力啊 老板 我来看你了 这么点重啊 天哪 你坐吧 那你们先聊 我一会再过来 好 我一会儿找你去啊 你怎么样 还好吧 挺好的 你求婚了吗 算是求过了吧 什么叫算是求过了呀 你当众救了我们家姐 你现在是她心里的大英雄啊 这时候你要不抓紧机会 还太合适啊 看来你还什么都不知道 我要知道什么 没什么 对了 我这段时间去不了公司了 你帮我看着点 你放心 拿了你的钱肯定帮你办事 姐夫 你这什么时候能好 很快 那就好 公司也需要你 娜姐也需要你 你得快点好 你吃水果吗 我给你包一个 好呀 爸 姐 你这 这咋回事啊这是 快坐快坐 你还问我咋回事 你还不知道吗 金娜那个 都住进来了 就是 就是上次金波婚礼上 你说那 你那个准女婿是吧 不是原来她住过你这儿吗 这次又伤了住进来了 是吗 金娜没跟你说呀 什么意思 那个就是那个李上 她那个腿啊 反正是不太乐观 有可能会保不住 后半生就在坐轮椅 肯定是特别严重 她才没敢跟我说 是 那怎么办呢方 但是 你看你看现在 那么好的条件 关键她为了救咱们 伤的呀 所以我就替 替金娜再操心呢 你说怎么办呢 你可把我打蒙了一下子 别别姐姐 但是我们医院 肯定会尽力的 全力的会去 会去救的你放心 这样的方案 必须保 必须保 知道咱不想那么多了好不好 不管怎么样 人家孩子是为了咱们 没错 是吧 所以呢你就 什么好药用什么 什么手段你都上 真正需要钱啊 我这儿出 全力的 自己家事你放心吧 好呢 肯定是操心的 好 那我不留你了 你看你这 你回家休息休息去吧 爸爸 今天怎么是你来接我 奶奶呢 奶奶在医院呢 怎么 爸爸来不好啊 爸爸跟你商量一件事 什么事 彤彤 以后就别再叫 金娜妈妈了 她又不是你真妈妈 她不让我叫了吗 不是她不让 我真想叫她妈妈 好不容易有一个人 能让我叫她妈妈 为什么不行 不是不行 是爸爸觉得不合适 这样可能对阿姨不太好 要是我不叫金娜妈妈 妈妈了那时候 那我就没有妈妈了 爸爸咱们什么时候 能把我真妈妈找来 我想要一个妈妈 好 爸爸答应你 等彤彤把身体养得棒棒呢 咱们就去找妈妈好不好 太好了 爸爸能不能先吃这个冰淇淋 走 吃冰淇淋去 来 来 来 这么棒极什么事啊 李尚出车祸了 跟金娜一起 然后她为了救金娜 金娜没事她那个 什么了 什么了 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当时以为没有大事呢 就是个骨折 结果现在看 现在 现在什么情况 没有重备行的 他见不见啊 只是个骨折 对不起 encial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